上海市的市臺辦 他叫鍾小敏 哇 這個大賽挺大的 他說每年給10億人民幣 而且這次有50家臺商 還跟他站在一起 他就說我們上海 有一個地方叫寶山 這個寶山非常的好 他就在長江跟黃埔江 交會的那個三角口 不管是航運 不管是貨運 不管是機場都非常的方便 他要提出很大的一個補助 拜託臺灣的臺商 再回去投資 但效果會好嗎 各位你去想 前三年這樣子搞 然後搞到現在 能跑的跑 能逃的逃 逃到現在他又要人家回去 但中國的誘因在哪邊 有辦法像過去土地便宜 人口那麼多 其實目前來看的話 時光都已經過去了 我認為這個後面是有他的 有他的不確定性 那最近整個大家就在看就是說 好吧 那本來現在是四月 再來要進五窮六決 五窮六決就最淡 然後七月份 因為今年的iPhone15 是超級大物 包括了很多新的功能 包括新的一個接線等等的 現在就在看說到底 中國會不會把整個景氣給拉回來 但現在有一個地方 就變得比較慘 我們先來看 這個就是在鄭州當中的一個小村莊 這個叫張莊 張莊這個地方 過去有個名字很有趣 他叫小香港 為什麼叫小香港 我先很簡單的跟各位說 非常小的一個鄉鎮 每天他從下午的四點鐘 到晚上的八點鐘 三十萬人在那邊進進出出 惠民檢說這生意是不是做不完 三十萬人喔 我白班的出來 晚班的要進去 所以出來的要找飯吃 進去的要把便當盒給帶好 所以之前好多人說 單單他們那邊租那個小套房 他們的小套房怎麼算呢 有冷氣的一個月四百塊 沒有冷氣的一個月三百塊 那因為富士康裡面的集體宿舍 八個人一間 很多人就覺得 在那邊沒有自己的隱私 很多人他就在那邊辦那種小套房喔 之前連一間都沒有 現在大家都說三十間喔 大概有十間八間都空著 也沒有那麼多的人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麻煩 那過去呢 他們說生意在好的時候呢 剪頭髮的人 做麻辣燙的 做串串香的 他們說一天喔 只要從下午備料 開始做到晚上這樣子 一天可以做五千塊人民幣 但現在呢 都在打蚊子打蒼蠅 為什麼呢 沒有什麼人 所以後面該會怎麼辦 但今年現在來看的話 因為是一半移出去 所以到底鄭州 這次會剩多少人 據傳 大概今年會剩八萬左右 那各位去想一想 從三十萬掉到八萬 這是一個還蠻重要的一個數字 所以中國要像過去那麼的輝煌 我覺得這也有他的一個困難 但有一個人就慘了 叫孫正義 孫正義過去呢 其實郭台銘把他捧上天 想不到願景基金 這兩年大爆倉 願景基金現在就賠了五十億美元 所以目前孫正義就把阿里巴巴 百分之三十四的股權 幾乎全部賣光 而且賣光 我們人在說人有三衰六旺 人在倒楣會連續倒楣的 孫正義在賣股票很倒楣 為什麼呢 阿里巴巴最貴的時候 股價是三百一十九塊對不對 然後他現在缺錢 結果他賣又賣在低點 他目前總平均賣賣九十二塊美金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這是賣得不太好 但重點來了 中國這次會不會說 又把馬雲給拐回來之後 再來窩裡反 我認為不太會 為什麼呢 我們最近看到的 中國習近平現在在建立一個 所謂的傾商形象 什麼叫傾商形象呢 馬雲 庫克 馬克宏 李顯龍 貝爾伯克 現在全世界大咖的 通通去那邊買飛機 買整個能做的盡量做 現在中國他也知道 經濟非常非常慘 所以中央他想要救經濟 但會不會為時已晚 這個是大家都在看的一個問題 中老這個國際客運列車正式首發 中老是中國跟老臥 老臥就是寮國 這個首發中我覺得說 蠻大的一個成績 但是為什麼老臥這個地方的民眾 卻是反應一般般呢 其實他們本來就因為透過 這個一帶一路的方式 建設了一些這個所謂的鐵路 因為他們都講嘛 他們要重現 第一個要重現當時的路上思路 第二個是他們要跟其實 其實這個亞洲 甚至要連結到歐洲很多國家去 那時候講說我這個車子進來之後 我早上從中國出發 因為他從雲南昆明 那個地方發車 然後就直接進入到這個寮國裡面去 那當然做了非常大的文章 還講說這個從此以後 就增進兩國人民這個交往 甚至連經濟都可以流通 可是你剛剛說提到說 為什麼人家對於這個 這個中國大陸的這一次的 這個鐵路來說 當地的 我現在講當地叫寮國人民 其實並沒有特別開心 是因為其實這不是 老實講 這是他這一個的這個動線裡面 第一次的發車 這個沒有錯 可是之前其實兩邊就已經有 這個所謂的列車上面的往來 那過去其實按照過去的經驗來講 會覺得說如果是往來的話 我今天從中國大陸進到寮國 很方便對不對 寮國進到中國大陸 是不是也應該很方便 結果後來發現到 在邊境管制這件事情上面 就有問題 為什麼 第一個 你今天寮國跟他中國建的 這個鐵路來講 大部分的錢是誰出的 你知道嗎 是中國大陸出的 因為他很常又在一帶一路的時候 就跟你講說沒關係 我們共同搞基礎建設 你如果沒錢 我來出錢 那你會覺得說沒關係 我就賺了 那結果這個寮國 他們其實在當時 其實很多人就會擔心講說 我如果今天這些東西 基礎建設讓你中國大陸做的話 我會不會很多東西 我要讓利給你 所以像這種很歡樂 這個跳舞的背後 其實他們就發現到說 中國大陸其實透過邊境管制的方式 好 你的貨物大宗的 透過這個鐵路運輸的方式 進入到寮國 可是寮國的東西 要進入到中國大陸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 不好意思 我們要控管 我們要這邊嚴格的管制 所以變成一來一往之間 就變成一個很大的一個落差 美和 對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 你知道這個情形在哪裡 變得更遠 這兩年更嚴重 為什麼 疫情嘛 通常大陸講說不好意思 我要邊境 我要防止你外面進來 他們不是那時候 一大堆的口號這樣子 對 然後連行李箱都要確認 有沒有Covid 但是你進寮國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說 我管制都很嚴格了 所以你不要這麼嚴格的檢查 我舉一個例子 其實在他們鐵路開通之前 他們其實到那個寮國的那個 那個地方的時候 以他那個車站當地為主來說 他的日 那個中國大陸的那個商人 進去開業的公司 航號大概只有二十家左右 可是通行之後 大量的公司 好像就開到寮國那邊去了 那你一開進去玩了之後 那就完蛋了 為什麼 因為你進去玩了之後變成是 我自己這邊 我覺得我的生活條件好 那對於當地的民眾來講 會變成是你大量進來之後 反而也把我這邊當地的物價給拉高 我反而一般的民眾 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好好的生活 其實像這種糟糕的事情 不是只有在寮國 還有包含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在過去的時候 也遇到過這種事情 也是透過一帶一路 就跟你講說沒關係 我幫你做計程監測 可是你看這兩年就會發現到 你現在就中國大陸的銀行 先去出這筆錢 銀行都做慈善置業 所以一開始我沒有關係 但現在開始跟各國要錢 斯里蘭卡就遇到這個狀況 他們以前財務狀況還不錯 因為跟中國大陸一起在做這個 這個基礎建設的時候 反而欠了一大堆錢 好那現在中國銀行現在講說 你錢拿來錢拿來 斯里蘭卡說我沒有錢 居然就有人提說 這樣子好了 我們沒有錢對不對 我們拿東西來賭 拿什麼來賭你知道 拿猴子來賭 我先講斯里蘭卡的猴子 跟一般猴子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他是禁止出口的 所以他的那個品種 其實在全世界各國來講 挺漂亮的 對 其實是不同 你不要以為跟我們什麼 那個一般你看到猴子是一樣 沒有 挺漂亮的 對 因為他禁止出口 所以只有斯里蘭卡 這個地方有 結果斯里蘭卡政府就講說 今天既然是這樣 我們國內因為禁止出口 所以我猴子還蠻多 我的猴子還蠻多 他們還去統計 你知道說中國大陸裡面 境內大概超過一千座的 這個這個動物園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拿猴子來換錢 獨小 你知道嗎 有問過猴子的意願嗎 不在乎猴子的意願 因為你現在小可以獨最大的 可是問題是對於斯里蘭卡來講 你剛剛說要沒有問過猴子的意願 我要講一件事 我跟你講 你不要以為斯里蘭卡猴子 去中國大陸 你就可以繼續當你好好的猴子 沒有 我給各位看一個畫面 事實上猴子本身就有些地獄性的問題 你看這一個 這個其實是之前在這個 這個中國大陸裡面 有一隻猴子你知道 一個罩出來 結果他到處去搗蛋 你看他多囂張 他打的那隻貓 對 他把貓打過來 所以你知道嗎 他在中國大陸的網路上面 非常非常紅 你知道嗎 有人講說 這個猴子真的超厲害 美猴王在世這樣 結果你因為你抓貓什麼的 欺負小動物 結果被人家抓起來 像這個 真的最糟纏的你知道嗎 結果被抓到之後 猴子就該回去動物園 就把他送到南京動物園 我跟你講 真的是千里迢迢 報應不爽 你知道嗎 哭著流浪的生活 為什麼 因為他去到那個南京動物園 他好像孤身一個人 沒有想到當地的猴群 非常的團結 你不跟我猴王 俯首生成 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再信到你 我沒跟你做朋友 我跟你講 以前他欺負貓狗對不對 他到這邊來集體被霸凌 真的 被人家霸凌 你知道 搞到最後 原方也發現到說 這猴子怎麼變成這樣 他開始孤僻 而且看到其他猴子就躲 到最後就決定幹嘛 你知道 讓他過遊牧民族的生活 住在水邊 因為他們居然發現到那個猴子 他不敢在陸地上待 居然自己就開始在水那邊走走走 所以那時候原方也覺得 不知道該怎麼辦 後來還給他弄個獨木 那個木舟 木伐 讓他在上面去 想辦法就是覺得說 你要看怎麼樣 讓他揉入這個猴群 但我就講 猴子的習性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說 你那個斯里蘭卡猴子 你不要以為十萬隻 你分到很多動物園裡面去的時候 你搞不好就幾隻 所以這十萬隻不能分開 對 你要直接 直接弄個美猴三給他 那可能會變斯里蘭卡 那麵好山 是不是